谢谢肖杰 肖志斌 小宝 《王这里看战队》 请你们回答舞台 请现场有投票毛巾的101位评审 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支持娃娃酷宝战队 请扔出你手中的红色毛巾 如果支持《王这里看战队》的作品 请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王这里看战队》 郭德约上台机票 出战队的队长 对两个作品进行一下点评 这次两组都用了剧情 多一点的来表现这个作品 这边把这么多民族的东西 放进这个作品里面好像第一次 应该是凯翔老师拍的 然后我也看到四兄弟那个感情 就儿时在细闹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松也没有弟 所以我就感觉 就觉得那个很温馨的画面 我就喜欢这个整个穿着 他们的行为 他们细闹 然后他们的干净的动作 我就莫名地很有感觉 这个作品是对我特别有 感染力的对我来说 我们自己组的 我就觉得我从彩排到现在 我就是只负着笑 我都觉得怎么会要想出这么好 这么让人欢乐的一个东西出来 我觉得这边 嗯 让我很开心 娃娃歌队的作品我非常享受 不一定要每一次比赛都要硬钢的 我觉得选择你的策略跟排兵布阵 你可以用一个幽默的点 娱乐的点切入 我也非常认同这一点的 但是还是自己家的儿子比较 儿子女儿比较漂亮 对 一星队长 哈哈 哈哈 来 开始作诗了 好 好一个 怎么样 维持人生 哇 好一个民族之魂 弄得我又是娃娃叫 又是娃娃笑 哇 三鸭 好 大家今天好在线 说到摩托你比较有研究 来 来 于伯 你开摩托也那样了吗 那个 那样了吗 我开摩托没有那么骚 我觉得小姐老师这个编排的风格 就是一直就是往这个方向 就编排 这感觉就是 哇 绝了 就是 然后 而且我感觉你们用到了那个 周星驰电影的那个 那个感觉 有没有啊 就是在奔跑 然后 又又又又 对吧 反光镜嘛 反光镜 对 对 对 很厉害啊 很厉害 刚刚 一波队长说到的 其实这个 不能说我编排的这个风格 我跟小宝呢 是比较 想法比较非嘛 但是我们需要一位统筹 我觉得这个还是肖志斌的功劳 来 肖志斌说两件 其实这句话 我听得不是很舒服 想法 我给的也不少好不好 没有 我跟小姐 我们很早就是搭档嘛 所以说 我是一个不喜欢 把自己放在C位的舞编 就是因为有小姐 她来负责主C位 我来负责主编 他乱说的 其实刚刚那个 其实骑车那个 其实是我的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小姐这么多期了 你要改变 你要当车头 我来骑 所以说这次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当了一个 没有 那是因为 是因为肖老师 他的那个 跨步 你知道吗 一直都不是很方便 对 就包括有一个创意都是 他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 然后我说 来 下个蹲 来 跪下 然后我就说你既然一直喜欢 我就把你这个 就编到这个舞蹈当中 所以说刚才就有那一段 好 就到这儿吧 散会 不过那一刻我真的有被骗到 其实这个终止我们排出来是为了告诉大家伤痛是会失去的 快乐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排这个节目是希望大家快乐 我们的王这里看战队 因为我是乙族 就是一个火的民族 在我们梁山呢 每一年的七月份到八月底 都会举行很隆重的火把节 勾火晚会 然后当时跟我的队员们一块商量说 要不要做一个民族和流行舞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这个音乐上边呢 我也做了一个大胆的突破 就是用了我们遗族飞舞之文化遗产的一些乐器 里面包括有羊皮鼓 然后一开场出来的口弦 所以呢我也想用这样的音乐的元素 和tripe的这种东西进行一个融合 然后把民族和流行舞的东西做一个跨界 这个时候差不多我们梁山野也是在过火把节 因为比赛我也回不去 特别的想家 我也很感谢就是我的三位队员 陪我在这个舞台上过了一个 如果那么多不像高兴 我是老板不是在这个玩家 就这样子上George 还是有引擎的 对我说 这样子 就这样在看 我觉得现在是在这个当中的 小兔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 不是 在看看 这种生命的 我可以说 你们想商量的 所以说 谢谢大家 来诠释我们对生活的热爱 或者说对舞台的尊重 很好 两支作品 一个民族风 一个烈火战车 票数已经来到我的手中